我們從大門當中 你可以看出現在一些風水 比較常遇到的格局的問題 首先如果有些人是舊公寓有沒有 打開大門呢 會遇到向下樓梯 樓梯有對上跟對上 但如果你是對下的話 就比較不好 那如果說你的大門的前面跟樓梯的距離 是小於150公分的 然後又是向下樓梯的 那叫溜柴梯 那叫溜柴梯 代表你的格局比較容易存不住錢 而且是屬於比較節節敗退的那種格局 所以如果你的家裡的人住到這邊 錢財會因為很多的事情就會留不住 所以叫溜柴梯 柴氣外露 守柴不易 那第二個現象就是大門對大門 都嘛這樣 很多都這樣 大樓都這樣 這個還是有看到 如果說你的大門跟鄰居家大門都還很近的 我剛才講也是只有150公分以內的 這種的話就是相罵門 但是現在都是比較遠一點點的 或是說你大門對大門 可是稍微近一點 那怎麼化解呢 裡面要做個玄關 你有一個玄關的話 基本上它就變成是一個守衛門 它幫你這個氣場做一個化解 但如果你的大門跟對面的大門比較近的話 那就會變成是一個口舌是非比較多 那還有什麼呢 就例如說一排社區嘛 可能是老透天措 然後呢對面的大門呢 改裝過後變得很大 然後你的門還是保留小小的 那就變成大門會吃小門 這種也會形成是一種你的權益被剝奪 或者是這種口舌是非會比較多 這也是屬於那種門對門型的 也是大門對大門啊 有些可能是家裡的那個戶 那個裡面的房間門對房間有沒有 有一些格局可能就是左右各有房間門 然後中間可能是客廳有沒有 那這種的話也是屬於香罵門 所以這樣也是屬於那種門對門的格局 好再來一個什麼呢 就是大門對陽台 也就是所謂的穿堂煞 打開大門直接看到你的前陽台 或直接看到你的後陽台 或者是看到你的落地窗 你沒有陽台 可是打開大門看到這個窗戶啊 或是這個陽台的門都算 它代表就是一個留不住錢財的穿堂風 你看有時候如果說你陽台門也開了 大門也同時開 你就會發現這個對流很明顯 所以那個風也會很大 所以像這樣的話就會形成什麼 財庫破洞 然後你的錢財留不住 花錢更是如流水 一有錢就會有事 這個家裡就有事 好 那如果說這個是現代 比較常看到這個風水大門的格局 好 那如果說你家裡沒有這樣的格局 或者有這樣的格局 我們要如何去提升你大門的運氣呢 其實我們節目常常跟大家講 就是你可以放一個紅地墊 所以有時候你會看到家家戶戶啊 門口都會放個紅地墊有沒有 紅地墊呢代表什麼 因為剛剛大門是财神要進來的地方 你要讓財神走紅坦進來 所以一喜有喜無哉 一紅又擋久哉 所以你可以在大門口放上一個紅地墊 那這個紅地墊呢它的條件是什麼 要有紅字 它的尺寸呢也必須要有吉祥的尺寸 然後呢這個紅地墊上面呢 可以印一些比較吉祥的一些字嘛 那你知道文字或言語呢 都是有這個靈動力的 所以你可以上面印一些吉祥字 例如說黃金萬兩 看起來就很吉祥有沒有 我每天呢這期 踩在黃金萬兩 想他打什麼 黃金進去你的家裡 雙腳踩黃金嘛 前進家門的意思 所以你可以印一個有黃金萬兩 這樣一個吉祥字 放在這地墊上面 它會讓你的家裡呢 會更加興旺 每天看到你都很開心有沒有 好 那另外呢就是呢 上面的圖騰呢 根據2025年 整個紫薇流年的運氣來講的話呢 明年呢是屬於這個 天積心來化露 然後天良心來化全 所以呢 2025年呢 是屬於一個什麼福報財 就是任何家庭都是 因為有福報的人 自然一定會得到很大筆的錢財 這是不變的定律啦 只是2025年的流年的運氣 更是如此 所以你知道那個 上天要賜給你這個財呢 上面最好有一個開天門的造型 天庭的那個門嘛 把天庭的門呢 就像天色日一樣 天色日這一天呢是什麼 就是呢 天要赦免你的罪業 然後給你福報 給你福氣 所以明年呢 就是屬於這種要開天門 你的紅地殿上面呢 可以有一個門的造型 然後還有一對貧修 來幫你鎮守會更好 為什麼呢 代表就是說 貧修是帶兵打仗的將軍 然後他是生性愛財 止境不出 然後那個天門呢 代表上天賜予你的福報 那你可以呢 把這個天門的造型 跟貧修的造型的圖騰呢 如果有寫上黃金萬兩更好 把它放在你的家裡的大門 的外面或裡面 其中一個地方都可以 代表什麼呢 代表每一天呢 都可以迎接這個行慶 來入家門 然後還有一個小祕法 要提供給大家 不管 如果你找不到這一個 剛剛我講的這些 圖騰的地墊的話 你還可以怎麼做呢 你可以去畫一個 北斗七星的圖騰 或是你上網列印也可以 然後這個上面呢 可以寫上什麼 福祿受洗財 發旺 總共七個字 代表呢 一個北斗七星的這個正 它帶有一個勺子嘛 代表你把這個呢 正法 放在你的紅地墊下面 你可以這一個喔 上面全部都貼滿一塊錢 好 放在你的什麼 紅地墊下面呢 正面嗎 正反都是錢 反正都是錢嘛 對不對 所以輸得好 對 反正人頭朝上 或是數字朝上都可以 OK 你就把它貼滿 貼七個 代表七星嘛 那把它放到紅地墊下面呢 代表什麼呢 每天採著錢 代表什麼 錢進家門 出入都有錢 你就會很開心 所以在生活當中呢 給自己這樣的一個 小確幸 然後一個很吉祥的氛圍呢 其實你也會很開心 有這種賺錢的動力 所以讓你的家運呢 可以更興旺 那每一年的紅地墊呢 如果你家裡有放的話 就是放一年 那這個紅地墊要換新的 假設你很愛乾淨 紅地墊還是新興的 就是沒有弄髒 你可以把去年的紅地墊呢 把它放在你的側陽台 或後門 可以繼續使用 對 那最起碼用了 大概兩年之後 就一定要換掉 那大門口那一張呢 是每年都要換新的 你要迎新迎新嘛 就像你每年過年包紅包啊 一定都要用新的紅包帶 對 千萬不要省